我們來到這個見證荷蘭黃金歲月的展館 這是一艘荷蘭戰船 以前荷蘭的東引渡或西引渡公司都是由荷蘭本身的有錢人 全都是國營,雖然它有國家的換權 我們看看這個地圖 在1500年的時候,時光倒流去當時的地圖 我們看到現在Amsterdam就是全荷蘭第二大港口 然後Hottenham陸特丹就是第一大 我們看地形你會看到為什麼 通常最海口那些就不行 原因是因為最海口那些就風浪大 但是當你經過了這個北海 你在這裏的位置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是比較安全 因為大風大浪沒有那麼厲害 同樣陸特丹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島 所以變成了一個很好的港口 一個北一個南 還有你看到為什麼陸特丹會比Amsterdam 你看到它的河流流去內陸 亦都會幫助到它成為了一個不單是對外 而且就算在支樓那裏運送一些東西過去 也是超級方便 這個就成為了它一個天時地利的關係 這個也是為什麼它雖然實力不夠英國勁 但是它又突然贏它一開始的時候 原因是始終你的東西 無論在亞洲或者美洲運過來 你都要去同內陸交易 英國一個市場和整個歐洲市場是很不同的 你無理由運一些東西去 然後又要再運回內陸 最強盛的時候是最強的那種運 超過一千隻船 以前這個是當年的貨船 它說到這個是那個DAT 裡面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很經常的一隻貨船 你看到它的甲板其實都相對窄 但是下面就比較厚 親同肥嘟嘟的 那這裏是魚船 你看到它的差別 這個DAT是凹了下去 可能網魚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另外那邊那個是純粹是載貨 這裏是說到那個貨船 即是貨船來到之後就放進去 其實荷蘭在Amsterdam 是古代的Amazon 而今天我們來看這個磅樂館 其實就是當年的貨船 你看到它很多瓷器 或者茶葉各方面的那些 都在這裏出售 那它這麼成功無可避免就是打仗 這個是戰船的構造 你看到它有很多輪炮在這裏 越多輪炮這樣 就可能打人打得更厲害 這個就是你其實reload是要有時間的 如果你reload不夠厲害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被人打到 西班牙的船 還有英國的船 英國的船 英國的船 就是reload快了 雖然它的口徑不夠厲害 但是誰在意 你先打中人 這個是 這個是 荷蘭一開始的時候就跟西班牙打 那後來就最主要跟英國打 最主要的戰爭就有三場 那最後是kind of 港和 那這個就是海上將軍一個很出名 早前有個movie是說他 最後他也是在戰爭中死跪了 因為皇帝覺得他功高蓋著 特意派他出戰 然後弄死他 那荷蘭最有名的 其實是東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 這個是東印度公司的地圖 那 就由印度去交易到去 大家知道印尼是它的殖民地 台灣曾經是荷蘭的殖民地 那 去亞洲其實是幾多風險的 原因是因為很多疾病 各方面 那些海原不夠維他命C 在海裡漂流 那衛生又極差 這裏有個遊戲 它就說有300元 還有有14個星期時間 你就去運貨 然後 然後 我買東西 買鹽 然後 OK 然後 Travel 那有不同的地方 我現在在法國 那我就可以去 沿岸這樣 變了省點時間 不用 用那麼多 已經用了 那麼多個月 我買了些鹽 然後再買回 咦 又要買鹽 不是啊 然後再買回 咦 然後 Travel 我去Amsterdam Travel Oh Timeout 然後又變回 然後剩下兩個星期 蝦 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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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